一种是基隆的川套小卷 一种是我们新北准备的 大富大小卷 基隆浪取嘉年华的活动现场 来了一位神秘嘉宾 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在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 两位市长共同行销 两市的优质鱼产品锁馆等海鲜美食特色 期盼带动旅游消费商机 我非常谢谢谢市长的邀约 其实新北跟基隆 有共同的鱼业特色以及鱼村文化 所以很多的鱼产品都是一样的 像基隆的锁馆 跟新北的小庚 跟一个生物物种 那占了全台湾大概将近百分之八十 所以两市除了在鱼产品共同行销推动以外 尤其我们的鱼港 像我们的四脑鱼港 跟八斗鱼港 光我们的鱼热船就有八十五收 所以在整个鱼产的行销 以及我们的这个鱼业在观光推广上 我们都会共同一起合作 我们新北的修根阿 跟我们基隆的锁馆 今天是强强联手 也由我们基隆渔会跟瑞芳渔会 大家共同来推销我们的鱼产品 那我们今天这一次 我们锁馆竞虽然办了二十年 但是我们非常开心 今天邀请到侯友宜侯市长 来给我们指导 而且最主要是我们纳入了一个 非常精彩的音乐演唱会活动 进入我们锁馆季 所以我们基隆的锁馆季 也走向另外一个层面的城市行销 好吃的海鲜 配上动人的音乐 就在美丽的山海 碧莎鱼港这边 所以未来我们会寻求跟新北 更多的渔业合作 更多的城市行销合作 今天也特别感谢侯市长 力临到我们碧莎鱼港 给我们加油打气 除了宣传优质鱼产品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在现场 亲自感受基隆这场 山海音乐会的浪漫氛围 并肯定基隆市长谢国良 用心发展观光推动市政 我们常常在合作 尤其我跟基隆不但在亿产品推动以外 光进海联盟跟进海合作 来让我们的热社能够被清除 能够永续海洋生态的富裕跟保育 这刚才说是常常在做的事情 那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同时在一个生活圈里面 基北北就是共同生活圈 尤其新北跟基隆更接近 因为我们有所有的宜港 所有的宜货 大概都是大同小益 所以我们带动我们观光 以及宜乐的产量 已经让大家能够被看见 这也是我们两个市长该做的责任 市长谢国良也相当感谢侯友宜市长 亲自来参加基隆举办的 首届浪曲音乐会 未来也将和新北之间持续攜手 更多的渔业推广 以及城市行销合作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导